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 我们一起读圣经 今天呢,我们还是撒末尔纪上 撒末尔纪上的第29章 撒末尔纪上呢,这一卷呢,我们马上就要读完了 第29章呢,这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这个扫罗那一支表完了 现在呢,再回来表大卫这一支 事实上呢,就是在菲利士人呢 就是安营到这个与扫罗的军队 对垒的那个地方之前呢 发生过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 菲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雅佛 以色列人在耶稣列的全旁安营 菲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 或摆或迁挨次前进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 菲利士人的首领说 这些西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 雅吉对他们说 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 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 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 我未曾见他有过错 那么这个就是说啊 这个菲利士人啊 就是这个一个首领率领啊 每个首领率领着各自的军队啊 就是这个排兵布阵 挨次前进啊 然后呢 大卫和跟随大卫的这些人呢 就跟雅吉在后边 因为为什么他们跟着雅吉呢 因为雅吉不是认定大卫做他的护卫长吗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其他的菲利士人的首领 要注意这个雅吉也是菲利士人的首领之一啊 他是这个加特王啊 那么其他的这个菲利士人的首领 看到大卫跟随着这个雅吉啊 看到他们这些 那就是当时他们应该是不同的人种吧 他们属于不同的族群 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身材啊 容貌啊 就是很容易能够看出来啊 然后菲利士人的首领就问雅吉 说你为什么啊 这个希伯来人为什么也来这里了 雅吉呢就非常骄傲 我们看啊 雅吉说 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 你们连大卫都不认识吗 大卫投降我了 是吧 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啊 那我们前面说 大卫已经在雅吉这里已经一年四个多月了 是吧 那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 从他投降 我知道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 那就这个实际上雅吉用这种方式呢 他实际上是在表现什么呢 他很厉害是吧 当当年想当年把菲利士人打得落花流水 是吧 这个无不闻风丧胆的这个大卫 是吧 现在呢 竟然是我雅吉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祥臣是吧 而且对我非常的忠心 做我的会长 你想雅吉就不觉得 辈儿有面子啊 是吧 那大家想一想是吧 在在这个这个两军交战的时候 如果你这边投诚过来一个对方原来的那个大元帅 大英雄 你是不是觉得你你很有面子 很长脸是吧 哎呀 他对我非常的忠诚啊 你们连他都不认识了吗 是吧 哎 结果呢 这个其他的菲利士人的首领不满意了啊 菲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 对他说 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 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 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 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 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 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 啊 这个 雅吉呢 他是啊 就是被虚荣啊 胜利啊 是吧 以及大卫的花言巧语 是吧 哎 这个冲破了他的头脑 这一年四个月肯定大卫呢 就是时不时的给他这个敬个供啊 什么的 是吧 哎 在他面前呢 也都表现得非常的千功有礼啊 是吧 所以这个雅吉呢 他已经可以说是啊 已经呢 就是丧失了这个这个这个鉴别力了啊 但是其他的菲利士人的首领啊 他们并没有得到过大卫的啊 这个这个 啊 这个好处是吧 哎 所以他们呢 因为跟大卫保持着距离 所以他们头脑比较清醒啊 他们呢 就对雅吉发弄啊 就是你你你你赶紧打扶这个人回去 是吧 你把他安置在哪 你把他打扶回到哪去 别让他们跟着我们出战啊 这跟着我们出战 这个到这个两军挣钱反格一击了 是吧 然后呢 和扫罗在里面外和拿我们的手机当做他呢 就是去换取和扫罗复合的啊 这个啊 这个礼物是吧 我们小命就不保了 是吧 你难道忘记想当年 是吧 李斯兰的父女跳舞唱和他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说的不就是这个大卫吗 是吧 啊 你这就我们 我们现在我们不要求你把他杀了 是吧 哎 但是呢 你把他遣送回去 不能让他上战场 我们不能跟他一同上战场 去迎战以色列人啊 这太可怕了啊 不安全的因素 安全隐患 因为啊 其他的众首领都向雅吉发怒 所以雅吉呢 只好啊 雅吉叫大卫来 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是正直人 你随我在军中出入 我看你甚好 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 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 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 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免得费力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 那我们看这个雅吉把大卫叫过来啊 非常的歉意 是吧 然后呢 反复的跟大卫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那大家会发现 哎 为什么费力士人也指着耶和华启示啊 对啊 因为费力士人 他其实并不是不认识耶和华 这是在当时 在当时呢 就是这个 各族人 他们其实都认识耶和华的 他只不过就是说 他是指唯一的侍奉耶和华呢 还是不是侍奉耶和华呢 还是既侍奉耶和华也侍奉别的神呢 他是这个区别啊 所以呢 你看在当时来讲 你就通过雅吉对大卫所说的话来讲了 就是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说明雅吉他是认识耶和华的 而且是因为呢 他知道大卫是以色列人呢 西伯来人呢 他们是信奉耶和华的 所以他就指着大卫所信奉的神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是政治人 来表达他所发的这个事呢 是由衷的啊 所以他那个时候和我们现在还不一样 现在呢 实际上的确是有很多人啊 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他们就不认识 他们不承认有耶和华啊 他们是会宣扬 他是无神论者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无神论者 所谓的无神论者 其实都是泛神论 你看他们所谓的无神论 你会发现 又信土地公 又信观公 又信玉皇大帝 又信如来佛祖 又信观音菩萨 是吧 又信孔子啊 又信CCP 他们怎么叫无神论呢 是吧 根本不存在什么无神论啊 所谓的说 啊我是个无神论者 这样的人基本上 其实都是泛神论啊 都是泛神论 那么这个 雅吉啊 他有可能 他相信 啊 耶和华 但是他不可能 只相信耶和华 有可能呢 他也不相信耶和华 啊 他也不敬拜耶和华 但是因为他知道 大魏是 以色列人啊 以色列人是敬拜耶和华的 所以他就 在大魏面前发誓 他就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启示啊 你是政治人 你随我在军中出入 我看你甚好 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 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 其实呢 雅吉说的这个话没有错 因为大魏呢 虽然啊 在雅吉面前呢 说过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但是大魏来到雅吉这里 这一年半啊 左右的时间 大魏的确没有做过 他没有做过伤害雅吉的事情 他没有伤害过非力士人 他出去呢 就是这个 他去打那个 呃 这个原来这个迦南的那些 亚马利人啊 什么什么的啊 他他他说我去 呃 什么犹大的南地啊 什么什么激烈的南方啊 等等这样 但是他并没有伤害到 这个非力士人啊 所以说 从雅吉来看啊 大魏这一年多 在他这边 的确是没有任何过失 啊 而且大魏说的那种 模棱两可的话呢 对雅吉来讲 雅吉他就按照 他所喜欢的那个方向 去理解了嘛 是吧 所以在雅吉眼里 大魏的确是一个啊 非常好的投诚的将领啊 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啊 就是他们 他们跟我不跟他们不了解你 他们不喜欢你是吧 那所以呢 你平平安安的回去 免得非力士人的首领 不欢喜你啊 就是免得他们不欢喜你 到时候啊 给你制造一些什么 这什么什么什么障碍啊 伤害啊 是吧 哎等等 大魏对雅吉说 我做了什么呢 自从仆人到你面前 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 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 雅吉说 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 如同神的使者一般 只是非力士人的首领说 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 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 要明日早晨起来 等到天亮回去吧 那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了说 大魏这怎么回事啊 是吧 为什么雅吉说呢 就是让他回去 是吧 平平安安的回去 免得非力士人的首领不欢喜 你大魏竟然还 还表示不满呢 怎么还抗争呢 是吧 还说我做了什么呢 是吧 你查出了什么过错 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 这恰恰是一个成熟的 这个政治家所应该表现出来的呀 是吧 你要知道大魏在非力士这里是假装 是吧 哎 然后呢 所以呢 他是为了躲避扫罗 是吧 那么他 其实他的心是向着 这个以色列的 他是要等着 这个合适的时机 他要回到以色列 做这个以色列的国王的 但是他这个不能让雅吉知道 对不对 他不想上战场去攻打以色列人 他也不能让雅吉知道 对不对 所以当雅吉说让他回去的时候 他必须得表现的 他不愿意回去 哪怕他内心里 我终于不用那个 这个上去去和这个以色列人 这个我的弟兄们对垒了 是吧 但是他表面上一定要表现的非常的不满 非常的震惊 是吧 非常的委屈 这样呢 才能坚定非力士人 对不对 才能坚定雅吉 所以说大魏的这个机制 就是跟他前面之前跟雅吉说这个摩棱两可的话 是吧 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魏在这种政治斗争中 是吧 他必然要锻炼出这样的才能来 就是遇到什么事情 面不改色 心不跳 然后自己心里所想的和嘴上所说的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要不一样 哎 就是人心呢 就是在这个这个这个过程中就是要变得诡诈 这个诡诈有的时候是会帮助你的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说你这个诡诈 你这个诡诈呢 就是要看的你在应用你这个诡诈的时候是为的是什么 所以说就是有时候有些诡诈 我们看有些诡诈神是允许的 甚至说神是喜悦的 神会称之为智慧聪明 是吧 有些诡诈神是厌恶的 神是厌恶的 神会说你这是愚昧无知 对吧 所以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应用什么样的诡诈 对待什么样的人用诡诈 对待什么样的人用诚实 是吧 所以大魏在这个时候呢 他必然的就是要做出一番 好像我要辩驳 好像我觉得我受了委屈 只有这样呢 雅吉才能被坚定 是不是 雅吉哪还赶紧安慰他 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 如从神的使者一般 只是费力士人的首领说 这人不可从我们处战 故此 你和跟随你的人 就是你本主的仆人 看雅吉在这里 你看大魏说 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 你看大魏在这里措辞 其实他很讲究的啊 他没有说 使我不去攻击以色列人 或者使我不去攻击西伯来人 或者使我不去攻击扫罗 是吧 他不这么说 他不提对方的名字 他不提对方的种族 他就说 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 主我王就是指的雅吉 那么他不指 他不说 使我不去攻击以色列人的表现 我想我想要去攻击里色列人 是吧 使我不去攻击扫罗表现 好像我要攻击扫罗 他不说这个 那么雅吉呢 就是外交辞令啊 雅吉也是说 我为什么要让你回去呢 是吧 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 就是你本主的仆人 就是雅吉呢 也点给大魏 我现在是你的主 是吧 但是啊 你和跟随你的人 你们之前不是我的仆人 你们的本主是扫罗 所以菲利士的众首领才不相信你们 因此雅吉就给大魏 就这么说啊 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 就是你本主的仆人 要明日早晨起来 等到天亮回去吧 所以这个大魏和雅吉的这个对话里边 大家要注意这两个地方啊 很有意思啊 就说明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都很讲究艺术 大魏的艺术是 不要留任何的口实啊 不说任何神所不喜悦的话 是吧 哪怕是假话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 使我不去攻击以色列人 使我不去攻击西伯来人 使我不去攻击扫罗王 是吧 所以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 而雅吉在跟大魏回应的时候呢 则特意的强调 是吧 你和跟随你的人 就是你本主的仆人 你们你原来你们是投降过来的 扫罗是你们的本主 是吧 所以你们才会不被非力士人的首领信任 于是大魏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 回往非力士地区 非力士人也上伊斯列区了 这就是呢 沙姆尔记的第29章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啊 你看 实际上当时大魏每天在非力士的军营里 我们可以想象啊 他从这个加特啊 跟随这个雅吉一直来到前线啊 那么他这个过程中 大魏以及他跟随他的这六百多人啊 他们心里是非常煎熬的 每天都很煎熬 如坐针毡呢 是这个这个怎么办呢 怎么解决呢 是吧 我们可以做一个脑洞啊 脑补一下 应该在这个过程中 大魏肯定是无数次的向神祈求 去向是求告耶和华 是吧 这个我之前逃到这个加特 我是不是做错了呀 是吧 那我现在呢 就是我要被逼上战场 我怎么办呢 是吧 那求耶和华怎么样 那我们就会发现 耶和华就 发动了他奇妙的做工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啊 我们生活中啊 然后我们整个世界上 有时候面对很多很多问题呢 真的我们大家不要觉得 哎呀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仇敌啊 是吧 这个把我们陷入到一种万劫不复的状态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四面楚歌 没有办法了 但是只要你依靠神要相信 在神那里没有不能成就的事 你看 在这里 耶和华没有让大卫去做什么什么什么 主动的出击呀 用什么什么阴谋诡呀 聪明才智 没有 大卫就是顺从啊 那就跟着走好了 是吧 说聊摩棱两可的话好了 是吧 然后呢 耶和华却发动了什么 发动了非力士人的首领 来实现大卫的心愿 大卫肯定摆明了是不想上战场 是吧 但是在这里 耶和华就发动了非力士的众首领 来阻止大卫上战场 而且雅姨没有任何话可讲 只好啊 好吧 那你回去吧 是吧 然后虽然啊 你在我眼前是好人 是吧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是因为其他的非力士领袖 领袖们 首领们建议这件事情 所以你必须和 跟随你的人啊 也就是你们本主的仆人 明日早晨起来 等到天亮回去吧 你们不能跟我们上战场了 不要以为这是这些非力士人的首领啊 他们啊 就是啊 怎么怎么 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发动 没有圣灵在这里做工 是吧 那如果没有的话 很有可能他们会一看 哇 各个艳羡 是吧 哇呀 你看雅吉真厉害 是吧 雅吉真厉害 他竟然能收响大卫 是吧 我们怎么没他那么厉害呢 那这样吧 让雅吉打做先锋吧 在最前面 是吧 大卫做先锋 也有可能是这样啊 是吧 如果是魔鬼在做工的话 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魔鬼在做工 如果是魔鬼取胜的话 那么非力士人应该是 中非力士首领应该是羡慕雅吉 然后迫使大卫去做这个啊 去做这个先锋 是吧 然后呢 让大卫呢 在战场上看和以色列人厮杀 要么和以色列人厮杀 要么倒戈相向 然后六百人这个这个死伤过半 是吧 因为非力士人毕竟人多嘛 是吧 所以说你看 如果要是魔鬼做工的话 他就会是那样的结果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这里 很明显是上帝在做工 上帝让圣灵 然后呢 使大卫的仇敌 非力士人的首领来阻止大卫 来实现了大卫 不想上战场去和自己 以色列的弟兄们 对垒作战 不想去杀扫罗 是吧 这样 愿望 所以神的啊 就是说神会怎么做工 神的这个奇妙之处啊 是远远超出我们人的想象的 远远超出我们人的想象啊 真的啊 就以我个人的例子 我以前不是给大家讲过吗 我说有一个人持续十年来举报我 是吧 但是他每一次的这种啊 对我的这种举报 然后结果都是什么发现呢 使我在啊 为神做工的路上啊 为主啊 这个这个做工的这个路上 又往前上一个台阶 更加坚定这个意志 所以说神常常就是 你不要以为神都是说啊 就是让啊 就是和你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来帮助你啊 不神有的时候啊 甚至常常可能会让你的仇敌 让你的冤家对头 是吧 让人以好表面上是在伤害你 但是你你最后看结果会发现 嗯 竟然是帮助了我 竟然是帮助了神 所以说 你一定要坚定这个信念啊 无论你处在顺境还是逆境啊 无论啊 你是呢 处于这个啊 一一条啊 平坦的大路 是吧 一马平川 还是走在这个啊 这个荆棘小路上 每一脚下去都像在刀尖上跳舞 是吧 血染的风采 无论怎样 无论你是呢 就是这个是有很多人和你在一起 还是你一个人孤军奋战 无论怎样 你所遭遇的一切 无论是顺还是逆 只要你依靠神啊 只要耶和华与你同在 是吧 只要你努力的去行在神眼中 看为正的事情 那么你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大家一定要坚信这个啊 一定要坚信这个 要时常的祷告啊 要养成这个习惯 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 你只要觉得慌乱了啊 这个恐惧了 战惊了 是吧 不知所措了 是吧 或者是恼怒了啊 嫉恨了 是吧 骄傲了啊 得意忘形了 是吧 不管是处于什么样 只要是啊 让你有异于正常了 那你就首先提醒自己 我要先祷告 其实大卫在逃亡的过程中呢 他常常纪念的就是向神祷告 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境界啊 我们后边这个撒末尔夏呀 然后还有我们在后面读诗篇呢 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卫 在他的这个生涯之中啊 无论是他少年青年壮年还是老年 他都是实时祷告 在这一方面 大卫的确是我们的榜样啊 好 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是2022年9月6日 这是一个被审恩待的日子 今天呢 还是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啊 是我和Steven 我们在一起生活 然后从这个伊利诺伊州啊 搬到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 正好是满一个月啊 今天是第30天 我们是8月6日入住到这里来的 今天是9月6日啊 这是一个月了 嗯 嗯 对 还是要 还是要 稍微的庆祝一下吧 我觉得 是吧 嗯 也许会庆祝一下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啊 嗯 也许Steven已经忘了 今天是满一个月了啊 因为我前天倒是跟他说过 我说 哎 好像马上就是我们一个月了 要庆祝一下 也许他忘了啊 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忘掉 哈哈哈哈 嗯 OK 好 嗯 今天呢 我的那个经典金毒呢 就是给大家讲的 那是讲节的啊 两首词 一首是这个 呃 语美人听语 还有一首呢 是这个 意见梅啊 这个 周过无疆 啊 也欢迎大家呢 这个 听一听 还是挺好的 啊 好 欢迎大家呢 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介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副频道 Steven和史金霞 和我们一起学英语 祝福大家 哈利利亚 谢谢大家